阳台上打扫了一下卫生 阳台上打扫了一下卫生 他把这个柱子包掉 然后 把这线 线盒子都固定好 到楼下同样的户型过来参观一下 他这个卧室的柜子 就打到这面墙了 离生间 阳台跟我的一样 他这有个台子 没有做防水 这是我的壁挂炉 盖世七千 现在开始贴阳台的砖了 阳台的地面 阳台的墙上的砖已经都贴好了 现在正在做导水槽 阳台的导水槽 看一下 以后这个水会从那边这样沿着这个槽流过来 这个地方是地漏 流到这里 看一下这个导水槽 在水槽中处理 在水槽中处理 前面有几次的水槽 那里面有一个水槽 墙都要回来 墙只把太大盐 放在水槽中处理 然后在水槽中处理 然后在水槽中处理 放在水槽中处理 墙上大盐 水槽中处理 墙上大盐 墙上大盐 墙中处理 看这个砖各种碎 各种碎 这个也是碎碎的 我的这个大落地窗也做好了 看一下大落地窗 看一下我的通往阳台的门 这个做好了 我现在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 就是上班之前来看一下 房子装修是怎么样了 每天早晨都要来一趟 这是我买的管子 明天准备把这个阳台 刚贴完砖的阳台给它撒点水 让这个水泥增加一下强度 我去拿了个扫把 刚才看那个阳台上全都是水泥 我怕撒了水以后 水泥会干了 粘到那个瓷砖上 所以拿个扫把上去扫一下 看一下 现在这个地底下在使劲的吸水 沿着这个缝缝就流下去了 水泥养护期是在一个星期之内 水泥的吸水性能最好 在这一个星期之内撒撒水 然后可以增加它的强度 看一下这个水全部渗进去了 这旁边应该是个倒水槽 这个水应该会沿着这里 流到那个地漏那里 但是现在才流到这里 它应该要都渗下去 中间浇一浇 现在是下午了下午了 我们下班回来看一下 我们上午浇的水 已经慢慢渗到这来了 我们晚上再浇一遍